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中出现了快速的一个攻高 所以代表在盘中各国还是进行一个轮番 在进行点火的态势 那从今天的抗跌指标怎么再找 在接下来新主流新接棒题材发挥的空间 再为大家联系请要到的是分析师谢宗林了 宗林哥好 今天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宗林哥 我一直在跟你来请教 这个ABF载版的一个族群 因为我们上次就有提醒大家 这个你不要用本益笔来做计算 它最近走的就是所谓的嘎空表现 我今天帮大家看了 这个外资含目标价 这没有再比手软 比谁疯狂而已 不要再管天国议会了 现在外资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 已经集中在ABF载版身上 高盛说了需求大爆发 现在的扩产也供不应求 新兴生平买进 目标价上看15元 南电上看到235元 而且南电现在才129元 就算今天涨停满是129块 上涨空间还有一倍之多 但是目前星星券字 已经来到了47%了 南电是32% 这波如果看筹码的话 其实星星跟南电为首 还蛮明显在出现 土洋对筑的情况 那我要直接请教宗林哥了 因为这个MACI可能也会把星星纳入 点名了五湖将领 其中一档就是星星 这个族群的热度 还会不会继续的一个延烧下去 我现在如果要做介入的话 还要锁定星星南电 找拉回买点的机会吗 还是往其他的族群 外溢效应找机会呢 关于这个题材 我记得在8月5号的时候 听说你就问过我了 那个星星 哇这个好不適合要不要追 那天还是涨停满 我现在我那天给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说你要追的话 你就追最强的 那天最强的就是什么 最强就是星星 那时候还在70 我就让73款 那你现在到这边 连续两天外置都出报告 现在价位已经拉到87块附近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它是一个 应该是产业区 是蛮明确往上的一个产业 因为你之前它在涨势 是先涨那个基地台 跟伺服器嘛 对不对 那现在为什么外置会一直挑 一直挑生它 因为主要就是什么 主要就是Intel这部分 那后面我们进入AI世代 它又用那个3D封装 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你台积电那个逻辑IC 你要配什么 你可能要配上一些 记忆体的部分 不管是flash还是滴润 然后那个要把它封在一起 把它弄在一起 弄成一个晶片 有这3D堆叠的概念 那那个3D封装 其实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ABF载版 那这个东西 其实之前都没什么扩张 那没什么扩张 情况下你需求就有限嘛 再加上我们在上礼拜 是不是跟大家说到 那个日东坊失火 对不对 你日东坊失火的话 其实下游 就是上游那部分的原料 又开始短缺 你下游原料 上游原料短缺 下游这部分 除了那个基地台伺服器 再加上那个 后面3D封装需要的 那个板子的部分 需求一直出来 那你原料这部分 其实它有如果卡住的话 它有机会怎么样 它就有机会 它有机会涨价 所以这整个全部加起来 就可以怎么样 它就可以做梦嘛 其实股票吧 就是有梦最美希望相随的部分 那有梦的话到现在为止 比如说现在已经在 你这样看现行的话 比如说我们以星星来讲 在天上对不对 这个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 我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这个还是要看 个人的那个风险控制程度 如果说你是比较安全性 系数比较高的 那你就等拉回嘛 如果说你是 我敢追什么 现在还可以买我敢追的 你就设什么 你就设移动式的那个 停力出场电法 有什么意思 就停车停力出场电法 我现在我们看一般来看都看日线嘛 但其实在那个分时线里面 你可以去切就是30分钟线 那30分钟线里面今天它怎么样 今天星星第一根量 就是9.29分半 量是蛮大的 那一根量的低点在82.6 那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说这个今天我看到外资 因为外资连续两天出报告 它不太可能一直一直出吧 连续出个礼拜不太可能 它连续出两天 那大量卡如果说卡在今天9点半的 这一个大量 最低是82.6的话 那代表说 如果后面不小心震荡跌破82.6 代表什么 代表代表你先去追的套数了嘛 对 看外资报告套数了嘛 套数会怎么样 套数就会陷入比较 可能就陷入震荡 或线入修正 但震荡修正的话 其实你说这种产业 其实香山谷会不会死 它也不太会死 顶多怎么样 顶多就是可能就震荡 我像我记得八五花那天 我们讲完 它震荡几天 它震荡三天嘛 对不对 涨停然后回三天 实现没摸到就上去了 所以如果说这地方 就是你82.6 今天的那个大量区的低点 被跌破的话 因为今天又创大量了 所以今天低点很关键 对 所以就是这个点 只要不跌破的话 应该就是 如果是你不敢追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等个两三天 然后接近 就是差不多接近实现的地方 它可能还会再往上走 因为像这个投信 投信基本上是一直在卡里面 甚至投信的买盘是很积极的 所以我就这个部分的话 我的认为是 他去这网上 要去网上的话 如果说你不敢买的话 我记得八五花我们就说 不然你就买少一点嘛 你不要全部压嘛 你稍微买少一点 然后就是取个平衡点 那如果说你要停损停电的话 你就设今天的那个 大量的低点在85.6 那个风险也不会太大 就也没有到10%的部分 那你说外溢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 它一直在外溢啊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来讲 今天跌100多年 对不对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 是不是那个 你去看投机指标 投机指标 要升级天国议会嘛 天国议会那个合议 有掌停板 今天有点全部归位的感觉 对啊 然后你看那个电子这边 电子这边投机指标是谁 我们去叫艾浦 艾浦昨天跌停 今天开一个低就拉起来了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整个盘 其实它看起来有点弱 但是其实它也没有太弱 其实这还蛮戏剧好一档啊 援金啊 我们不早上还在聊吗 这个澡盘因为那个 宪政一股要偿还银还借款 在澡盘还跌停板 现在翻红往上 对啊 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还讲到什么 就是你外溢的话 你要找那个第三季好了 第三季好的 笔电好嘛 笔电好 我们是不是跟他说 先讲金元好了 金元现在亮灯涨停板 远金还没涨停板 金元现在亮灯涨停了 立志立志现在85块 涨3% 这变成说你有题材的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的看法是 他们也没什么转弱 所以就是震荡一下 就是一样会走好该走的路 那太阳能的部分 所以太阳能 爱地球是不是一个趋势 我问大家就好了 爱地球是不是一个趋势 拜登的这些是不是一个趋势 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当选吗 现在来看好像 不知道会不会啦 但是市场上 基本上会开始幻想什么 就是你从总统民调来看 好像川普稍微危险一点 如果说拜登 他这个地方开始有机会的话 拜登一个很主要在就是什么 就是绿能嘛 那看绿能的话 你看那个茂迪 其实像这个东西 都是一个族群 就是一股启动 男人去同那三五层板块 你ABF一只先踏上去 另外两只跟得上 那太阳能这部分也是一样 你茂迪一大早就怎么样 跌停转停 那其实这一段里面 最先涨起来是谁 最先涨起来是原型 那各位是不是开始往上带 然后呢 快跌停拉到翻 其实在告诉什么 一样回到一个操作逻辑 跌停板你敢不敢买 很少三户敢买 打到吓都吓死了 那你整个拉起来谁在买 那就是比较偏内微的人在买 所以如果说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的看法是这个地方 盘势虽然说是黑的 不过呢 不过强势股票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点要不太多 我认为还是要你偏多思考 可能会买到一些便宜货 好的 非常感谢我总理哥 我们带来在目前盘面当中的 一个掌握跟观察 的确在今天盘面当中 还蛮多的强很强 甚至是投机股 而这一波呢 持续 这个涨是让大家点追不下手 但的确 就是我们的盘盘面当中 持续功高抗震的 一个强势主轴了 但是